你會怎麼說就會甜一下 然後會甜 然後我剛剛還有點了一杯紅茶 它的紅茶是那種喝下去聞得到那個 它茶葉的那個烘焙的香味 你走路比較像企鵝 你是企鵝嗎 那如果撒嬌的程度從1到10 你覺得裡面有多少 5吧 裡面就有9 你看到我都會聞來聞去 最好是聞來聞去 好會甜甜甜 嗨大家好我是小潔 今天來搭乘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潔 今天趁的休假來搭這個 我自己期待非常久的環狀線 那我今天的計畫就是 從大平林站開始 然後一路做到新莊的幸福站 那我們來沿途看看 到底有哪些好吃的店家 大平林附近感覺還蠻多早餐店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一家 感覺還蠻多人推薦 那我們現在就去吃老餐吧 飲料先來了 我們點的是出露奶茶 我們點的是那個 豬排蛋 它的招牌就是 主打它是溫體豬的那個肉 非常的香 然後我們來看它那個蛋 很滑嫩 所以 然後加上它這個熱熱的奶茶 自己咬蛋 所以那個味道在 嘴巴裡面就會爆 然後如果有加起司的話 奶味會非常的濃郁 狗狗會吃的到處都是 為什麼要吃的到處都是 它自己掉下來 狗狗會掉東西 吃飯樣子好像黑皮 狗狗吃飯的時候不喜歡別人打擾 吃完早餐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下一家 也是在大平林站附近 也蠻多網友推薦的 一家專門賣紅豆餅的小攤 然後它還有賣紅茶 我呢 非常喜歡吃紅豆餅 所以我現在要去那一家 早餐吃完要吃甜點 耶 到了 這一家呢 叫外婆的錯 也是在網路上呢 非常多人推薦的一家 甜點美食店 然後它是專門賣 熟成紅茶跟紅豆餅 剛才我來的時候 它還沒有開店 我在這邊等了大概快20分鐘 那 那現在開店了 我要去點餐了 好 那我拿一個奶油 奶油 然後一個辣椒 這邊呢 是它的木路 有飲料的口味 還有餅的口味 然後我剛原本想點紅豆抹茶 但是 它今天賣完了 就是它如果牌子上有貼瘦碗的話呢 就是沒有那個口味 我點的是 抹茶白玉 它還超燙的 為什麼剛剛要聞 你才能聞到味道啊 我猴才會聞 想說你吃東西都不會聞 不會啊 人類都不會聞 可以 你為什麼說就會甜一下 然後可能是辣 接下來呢 這個是奶油口味 這個奶香一打開來就直接聞到 超濃郁耶 你還沒有吃你就聞得到那個奶味 然後它一直咬進去啊 那個奶油餡的 就會融化在你的口中 而且它的餅皮 它的餅皮沒有很厚 所以你吃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很甜 好喝 好喝 坎西 我是巧克力控 所以有巧克力口味 我基本上都會喜歡 你狗狗不能吃巧克力 它的那個巧克力 是 苦甜的那種巧克力 所以吃下去 你不會覺得 很膩 哇 它那個巧克力好香 狗狗不能吃巧克力啊 我哭狗 喔 吃完了紅豆餅 非常的滿足 我吃了三個口味 但是它超爆 然後我剛剛 還有點了一杯紅茶 它的紅茶是那種 喝下去聞得到那個 它茶葉的那個烘焙的香味 然後我點無糖的 所以剛剛吃了那個甜甜的 再搭配它的紅茶 其實滿順口的 這家 我喜歡 狗狗好像都比較不擅長下王子 你走路比較像企鵝 你是企鵝嗎 你今天 你今天是企鵝 不是 我們到了第二站 秀郎橋站 然後我要去吃一家 就是我昨天晚上在網路上搜尋的時候 幾乎每一篇有關環狀線美食的文章呢 都會介紹到這一家 就是秀郎橋站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扇頭麵 那我們現在要走路過去 你在幹嘛 蛤 你在幹嘛 我猜貓 你真的不去追他 我幹嘛要追他 狗狗不去追貓 你看他對你都有敵意 他剛才對你叫 對你有敵意 對你還上那麼多狗味 剛進去店面啊 雖然看起來還不行 但他那個麵的味道好香 然後他給我一張號碼牌 他等一下會叫好 所以他其實是一間需要派對的小吃點 我點了中碗的乾麵 天啊 他那個肉燥看起來超美味的 好香喔 光還沒有吃就聞到味道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嘴邊肉跟 餛飩蛋煲湯 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的那個麵啊 就是你咬起來外面是軟 然後裡面就是那個麵心的那個部分就很有嚼勁 然後我覺得他需要加一點點他的辣椒體味 就是這個麵的那個味道 特別的那個香 但是他就辣 但要小心因為其實有點辣 肉 上面那個肉圈 肉末是我喜歡的那種肉 就是他沒有什麼肥肉 但是他的那個肉末非常的炸 所以那個味道很香 然後他的那個嘴邊肉 我覺得他滷子的那個味道 比其他鮮 因為我覺得一般市面上 大家吃的那段味道比較清淡 可是他就整個麵肉有很多 然後加上他的醬 辣椒 很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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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40年的老店 很厲害 吃完非常厲害的汕頭麵 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站了 你幹嘛 你在幹嘛 你幹嘛牽著主人 想牽啊 牽著味道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你完全幹嘛 第三站我們來到中和 要去吃一家 我朋友 在地朋友推薦給我的 叫炸糊麵線 跟蜜汁雞排 我們點了 朋友最推薦的炸糊麵線 就是大腸跟金米花的組合 這家店呢有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的號碼牌是 馬將 但我其實不會打馬將 所以我不懂這張牌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點了一個炸糊麵線 跟他的炸糊麵線 滿滿的大腸 還有這個鹹酥雞塊 跟香菜 有香菜耶 我超愛香菜的 好喔 準備開動了 吃麵線一定要加醋 咦 看起來好好吃喔 又有第一口 要拌成大腸 可以喔 大腸跟香菜 有人不吃香菜 他這個麵線啊 就是 我覺得他那個苦的意思 我自己解釋啊 就是真的是 入口即化感 然後他這個大腸非常的軟 Q 所以你吃進去的就 大腸跟那個麵線 其實是那個口感非常大 然後如果再加上這個蒜米跟香菜 你那個味道非常的輕鬆 你不會覺得很膩 你看很為膩 你看很為膩 好好吃 為什麼吃東西可以這麼療癒 哇 雞塊的肉好嫩 而且我是第一次吃到這種 炸雞塊 然後跟麵線一起吃 因為我其實 平常不是一個很搶吃麵線的人 但如果不搶吃 我覺得可以 對面來人家試試看 我覺得 這樣幾個組合加在一起吃 其實還蠻驚豔的 喔 因為我今天腳實在是 不良於行 所以我決定租WIMO 來代步 所以我們下一代要去返橋 那我覺得 我今天走了這有點腳超痛 所以我決定出摩托車 好累喔 難靠的主人 沒有啊 走好多路好累喔 都不是我60嗎 哪有啊 我都自己走耶 拜託 好我今天 腿痛 加上我腿很短 然後你看 我前面那位 都不等我 腿長跟腿短的差別 我們到了板橋 我想吃的店家 這是一家叫澎派的甜點店 那我會知道這一家呢 是因為前年選市議員的時候 我們板橋區的候選人澎澎呢 在一天那個選區造勢的活動上面呢 選了這一家店 然後我們來這邊吃甜點 當時點了它的那個藍莓派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一想到板橋的美食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一家 就是這個 讓我念念不忘的藍莓派 你看它這個藍莓 真的沒有在跟你客氣一點 超級豐盛 為什麼要笑 因為我們跟上次做了同樣的味 因為在家裡 然後用手臉炮麵 我還可以在家裡 然後西環米飯 好謝謝 吃起來怎麼樣 好想念念味道 我終於吃到了 大家自己來吃 它這個中間那個 這個啊 中間這個餡 它覺得應該是美 然後有一點 怎麼把它 應該是薰衣草 有一點薰衣草的那種香味 然後它中間的這個 然後起司 然後這個酥皮 搭起來 然後那個藍莓甜味 喜歡吃甜甜的 等一下我來這一家 為什麼狗狗跟主人典一樣的東西 我先點 我先點的好不好 我先點的好不好 說啊 而且你還吃得跟狗肯的一樣 喜歡吃甜點蛋糕的朋友 真的很推薦來這一家澎湃 你看它的蛋糕 非常的厲害 好吃完甜點了 然後現在時間差不多也是五點多了 那我們就走回環狀縣板橋站 然後繼續搭環狀縣前往下一站 嗨我們到幸福站了 哇這一站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回憶 天啊就是這個路口 我那時候選舉的時候這個路口站了好多次 而且我選前之一的最後一個人就站在這個路口 然後還會跟這邊的騎士 就是在做街匠 就是這個路口 天啊超多回憶的 OMG 而且那個時候我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整個環狀縣都還沒有通車 那現在通車整個環境看起來都變得更不一樣 基本上呢大家俗稱新莊呢有分南北新莊 那北新莊呢對我自己來說呢 我覺得北新莊最多好吃的地方 就是在這一條我們現在要去的這條街叫普壽街 然後那時候前年選舉的時候呢 這條街我也掃了非常多遍 然後這條街的美食呢 陪伴我度過非常多飢餓的晚上 好今天走回來這邊 好懷念 有點懷念當時候的那個選舉的氛圍 對好現在去吃我非常想念已久的雞肉飯了 到了就是這一家眼鏡章 我相信對新莊很熟的人應該都知道這一家眼鏡章的雞肉飯 非常的有名 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文章 我美食博客都推薦過它 我那個時候其實有問大家 就是在粉專有問大家說 新莊哪裡有好吃的美食 很多人都推薦這一家 可可你需要吃晚餐嗎 要吃晚餐啊 哇 這是一進店面呢就聞到它非常香的那個 應該算是那種滷東西的味道 然後這是它的菜單 所以我們點了雞肉飯 然後有魚肚湯 喔我覺得我們點了蠻多的耶 好喔 好懷念的味道 跟觀眾說一個秘密 把碗拿起來 幹嘛 給大家看啊 為什麼 給大家看嘛 你看吃的到處都是 跟狗狗一樣 狗狗才會吃成這樣子 畢啊 只是它碗比較小好不好 你每次吃飯都會吃成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它會自己掉出來 你們知道為什麼每次都叫狗狗了吧 因為它每次吃飯都吃成跟狗一樣 而且它還跟狗狗一樣會啃那些骨頭 晚餐在宵夜一條街 現在福壽街吃完了雞肉飯 然後要去 現在要去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是中港大牌 為什麼要去中港大牌呢 因為新北市水利局呢 為了慶祝環壯縣通車 它在新港大牌呢 辦了一個光雕的活動 然後叫幸福下一站 藍吊中港 那我們現在就走路過去 看一下 聽說蠻浪漫的 離藍吊光海呢 總共有分兩個端在舉辦 這邊是新莊願景館 主視覺的這個燈呢 叫幸福永泉 好藍喔 藍色光源 歡迎大家呢 雖然現在是疫情有一點嚴峻 但是我覺得在戶外的這種場所 大家還是可以來走一走 不要忘記 就是要保持一定的運動習慣 增強力的抵抗力 是保護自己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蠻浮在幹嘛 正在入中現動 你怎麼這麼愛撒嬌 還好嗎 你明明就很愛撒嬌 那如果撒嬌的程度 從1到10 你覺得你會有多少 5吧 你明明就只有9 你少在那邊 我還有這麼多啊 你明明就有9 你剛剛看到我都會 你看到我都會聞來聞去 最好是聞來聞去 它會甜甜甜 好可愛 好軟喔 好軟喔 你的臉越來越軟的趨勢啊 你被捏得很開心 你被捏得很開心 一定沒有 好 剛才從莊撞大牌走回幸福站 然後坐環撞線 現在回到了機場捷運的 新北產業園區 結束了今天環撞線的一日遊 當然就是今天我們大概去了五個站吧 想說很隨興的 就去五個站 那當然其他站還有非常多好玩或好吃的耶 歡迎大家有空的時候呢 可以去走一走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我覺得紅茶的部分呢 交給GG講 因為他比較愛喝飲料 怎麼樣 你這樣熟成紅茶茶夜用的嗎 是我們上次去日月潭的那個紅茶葉嗎 喝起來很像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比較偏苦 但我個人是喜歡喝這種偏苦的茶葉 而且我覺得剛剛喝起來它其實滿解油膩 嗯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留言加分享訂閱的部分 就請大家多多關照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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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ek 謝謝大家